嗨,大家好,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奔袭师Brandt,三大指数还配合上小盘股,今天全线下挫,低开低走,整个的下跌的幅度全部都是跳空的状态,在这里往下去走弱,这是纳斯达克30分钟的图形,整个的30分钟是一个下降趋势线,非常弱势, 所以你说大盘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,是一个妥妥的一个下跌的一个状态,整个的下降通道摆在这个地方了,纳斯达克再往下面的一个支撑点差不多是在13800这个地方是下一个支撑点,只能是按台阶走,13800的支撑看看什么样,然后再看看反弹的力度是什么样子,目前来看的话没有大阳线,很难出现后续的连续性的上涨, 因为我们做了数据的统计,所有的大幅度的反弹或是反转的形态的前提都是有很大的阳线出现,所以目前没有任何阳线出现,然后过渡K线之后一旦刷打阳线,这个行情才能走长起来,所以现在还是一个很弱的一个下降趋势, 然后标普今天有点点头肩顶向下做跌破的这个感觉,这个是标普的整个的下降趋势,所以大家基本上看到也就是30分钟的200周期均线 30分钟级别的200周期均线不能去向上做一个突破,这个图形就有点难办,整个现在是下降通道,是不是你说下降通道往下的走法,那肯定是跌下来之后, 要不然加速下跌见底,快速的这个地方加速下跌,行情见底,要不然就是把下降通道继续走的漂亮点,下来反弹,然后再下跌, 所以我们还是要看200周期均线,什么时候能给解决掉,才能说后续的这个上涨行情, UXY还挺漂亮的,走的还是挺不错的,压力挺重吧,这个UXY的第一个压力是14.2, UXY较比大盘整体的走势来看,它相对也是比较偏弱势一点的,但是VIX指数还挺强,今天VIX指数涨了15%, 看起来好像还有上涨的空间,好像是还有空间的样子,什么时候VIX指数把30分钟的缺口这个地方给跌破了, 才能倾向于下跌,然后VIX指数真正要走大幅度开始下跌的时候,怎么样都在把上升式给它跌破, 把这个上升的趋势给跌破,可能是在21.5以下,才能说这个恐慌性有所淡化, 但是ARKK的这个产品表现的还行,除了在今天尾盘有这么一点下跌, 整个今天在纳斯达克走单边下跌的时候,在道琼斯走单边下跌的时候, 这个ARKK的产品表现的还行,有一些ARKK里面的个股还挺有意思的, 比如说RAVN,这个还是收正的,比如说这个AVIX,这种类型的产品, 这涨了5%,这都没少涨,不知道ARKK是不是就决定走这种独立的行情, 或者是ARKK里面的个股,这个要管网,如果我们发现几天, 好像是有的ARKK的股票开始涨了,我们可以去适当的往这上面去靠拢一下, 然后原油在关注支撑点,原油向下是关注92美元的支撑, 如果不跌破的话,整个还是这样一个双底的架构,关注支撑点会不会跌破, 然后天然气是强势的,RTX表现的比较厉害,雷神科技表现的比较好, 所以耐心一点,他应该还是可以去往上去走新高的,ATNT走的不好, ATNT出现了比较大幅度的下跌,但是ATNT是因为, 但其实他今天还是涨,他是把一个自己的业务给拆分了, 拆分之后,所有ATNT的股东,只要你上个周五持仓, 你都会收到0.24股的WBD,只会收到一个股票, 那么你收到了这个股票之后,其实你算一下这个价格ATNT, 虽然今天看起来跌了百分之二十几,但实际上还是上涨的, 所以很多人可能会把WBD给卖掉,因为ATNT将会持有WBD这个公司百分之七十亿的股份, 如果这个公司涨的话,ATNT自然也会涨, 但是WBD现在没有分红,所以很多人可能会去买ATNT, 放到自己的账户里面。 行,那还是Jason老师的个股持仓表现的很好, 他的买的股票还是一直没动的,大家周末的时候, 如果你听了讲座,你已经知道Jason老师为什么会看涨这个股票, 并且耐心持仓了,如果大家周末没有看到这个股票, 或者想知道这个股票是什么的话,可以打电话800958-8561, 或者是加微信扫我们的二维码ChineseFN168, 我们的客服会给大家周末的讲座视频, 还提到了波浪理论和时间之窗, 这是由沃恩老师讲的, 大家可以看一下视频会棒, 我觉得周日的讲座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,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,谢谢大家。